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复习范例4 范例4很简单 它只不过是要我们记得一件事情 那就是例举就是角动量的识变率 那为什么提举是角动量的识变率 请去观看角动量守恒那一则影片的介绍 那我们这里直接把结果写出来 例举它其实就是角动量随时间的变化率 这样 好所以呢 题目想要问的是 以丁点为参考点来测量指点的角动量 则该指点角动量时间变化率的量值 在如图中哪一处是最大的 所以它要我们从丁这一点去看 去看甲乙柄例物这几个点的角动量 重量时变率 那其实就是请我们算这几个点相对于丁的力矩 那首先呢它是做等数圆周运动 所以力矩要有力和力壁 所以我们要算一下力壁和力 那因为是等数圆周运动 所以它有向心力 是指向圆心的力 这些紫色的箭头都是向心力 丁这里也是有 这些紫色的箭头都是向心力 就是一个力 让它可以转弯而不会飞出去 那接下来有力了 那我们还需要力壁 有力了 力已经有了 还需要力壁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甲这里的力壁 以丁为参考点来看甲力壁是0 所以A这里的话以丁来看甲力壁是0 因为R甲垂直是等于0 所以力矩甲点所受的力矩是0 那接下来看乙 比的话呢也是要从丁看过去 把它看过去 可是我们要找的是跟这个力垂直的 所以我们会这样子 我们画一条辅助线 这是以那一点它的向心力的方向 通过圆心 那我们要找跟这个力垂直的部分 那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是R以垂直 好 所以R以垂直找出来了 那接下来是丙 接下来是丙 从丁去看丙 丁去看丙的话是这样 我们也要找它的垂直的部分 那丙它的力也是指向圆心 延伸线画出来 那从丁看丙 我们的利弊 分解可以分解出这段 好所以这段就是R丙垂直 好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好 R丙垂直是比R以垂直还要大 好所以呢 我们其实可以比较以丙了 以的力举呢 是R以垂直乘上向心力 丙的力举呢 则是R丙垂直乘上向心力 那向心力都一样大 因为它是等数圆周运动 但是R丙垂直 看起来是大于R以垂直 对不对 R丙垂直相当于 这个圆的半径 那R以垂直 并没有到半径那么长 好所以因为R丙垂直 大于R以垂直 所以 丙的 丙处的力举 是大于 乙处的力举 好所以 它要找最大的嘛 所以甲乙都不能选 丙有可能可以 那丁呢 丁这一点的力举 利弊是零 对吧 丁这一点的 力举 它的利弊是零 所以丁这一点造成力举是零 然后乌呢 乌的话你会发现 它也是跟乙是在同一个方向上 乌和乙是同一条线 只是方向相反 所以 它们到丁的力弊都一样 都是R以这一段 R以垂直 也刚好是R丙垂直 所以 R丙垂直 是等于R以垂直 所以呢 力举 丙处的力举 就也会等于 它的大小就会等于 不是丙啊 这里写错了 应该是 乌 乌处的力举 乌这个点的力举 就会大小上 就会跟乙的力举 是一样大的 所以结果最后最大的就是丙了 最大的力举是发生在丙的地方 那这个力举就是角动量的实变率